接着继续带你来看到 今年蜜香红茶评鉴比赛 15个金牌茶王出炉 但是面临竞争激烈且多变茶饮市场 花莲独特的蜜香红茶产业产销与永续发展 也备受茶农的关注 包括台厂中厂 台东茶改厂与县政府还有地方农会 针对评鉴赛奖项的微调 仍至于后端行销的推广 都将起注资源力量 产销辅助多元发展 民国95年花莲縣政府与瑞瑟香农会 开班蜜香红茶评鉴比赛以来 除了产出了无数的金牌茶王 蜜香红茶产业也带动地方茶产业蓬勃发展 让原本为夕阳产业的茶业农产重新再生 化地面相红茶产业二十多年前 从瑞瑟五鹤台地发迹后 在茶产业市场上火速闯出名号 销售持续不坠 农会也借着蜜香红茶评鉴比赛 强化茶农生产技术提升产值水准 但面临竞争激烈且多变的茶业市场 台茶总场秘书深顺提出评鉴奖项的调整 一粒茶农销售更得力 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把铜牌去掉 改为金牌银牌 这样子可能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到 我们摆出来的几乎都是分级 分级的概念就是差不多的都是集中在一起 这个是我是觉得未来的时候蜜香红茶 可以改进的一个地方 我买金牌银牌接下来就是优良 蜜香红茶独特的蜜滋味 丰富多元的花果香气独树一格 在国内外茶产业市场上一路长红 也是花莲县政府推动在地农产重要的指标之一 对于后端协销推广更是不遗余力 在你分级上面 你的单药上面 都能够有这样子的 你明确的这些分级出来的时候 你的单药的量子发达 在你协销的推广上面 也会有所注意 那除了茶瓶件 期盼能借着雄厚耕基的产业 带动花莲的农业休闲观光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